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读第十规 我刚好有查了字典 物见欲 物必宜 那个字念两种念法 博是走路 不方便 走路的时候一拐一拐的 叫博 博是倾斜的叫博 所以应该是物见欲物必宜 为什么提出来呢 因为 我们念对了 后面才念得对 接触我们的人或者是下一代 他才念对 虽然只是一个字 但是还是要谨慎 因为 我曾经在跟大家分享课程的时候 有朋友下了课就过来说 我这个字念错了 念错一个字 可能人家信心都会影响 谨慎慎 在修身跟处众 还是必要的 好 另外呢 刚刚 这个吹冷气 我赶紧到 没冷气的地方去 因为修道 习气不能去掉 往往笑道不圆满 念念为父母着想 例行笑道 很多习气就能放下 所以弟子归说 身有伤 宜清忧 得有伤 宜清修 我们这个身体有损伤 有时候往往是逞强 好面子 人家都没穿外套 只有我穿外套 不好看 是面子重要 还是笑道重要 这个天平 大家称一称 哪个重要 当然是笑道 人能从身有伤 宜清忧 得有伤 宜清修 他一言一行 起心动念 都会谨慎 我们小的时候都说 这个人真没家教 那我们就是 以身侮辱父母 人有孝心 谁愿意羞辱自己的父母 羞辱自己的家门呢 有了这一份孝心 内化的人 延伸到团体企业 那他这个心就很自然了 他也不愿意 以自己的言行 羞辱了自己的团体 那他怎么会不谨慎呢 所以修行 从根本修 从纯心修行 延伸开来 我们身为延黄子孙 谁愿意以行为 侮辱自己的民族呢 所以学习 学贵心悟 我们有没有用心 去感悟一句话的道理 然后转成我们的存心 我们处世 待人接悟的原则 这个就重要了 每天有所感悟 心灵都在提升 每天浑浑噩噩 心灵都在退步 学如溺水行舟 不静则退 这个要很久深 我们说实在的 福气很大 这一段时间 师长在我们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讲经五十六个小时 大家也有机会 清静师长 缘分 输不输胜 不是师父决定的 是自己决定的 我们听了一句 就像 言辉的态度一样 得一善 则全权福音 而服务师之矣 得到一个好的教诲 念念不忘 落实在生活工作 主持待人接悟 那这样听一句 就有一句很大的受用 而且师长 这一次讲经 的内容 包含弥勒菩萨的 发十种心 可以往生极乐 还有 普贤十愿的修行 人到命中的时候 行普贤行的 这个力量 会带我们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以至于 这五十几个小时内容 都在阐述 普贤行 贤共遵修 普贤 大事之德 那这位 同仁 为什么刚好师父 这一段时间 讲普贤大事之德 刚好就在中心讲 这是偶然的吗 你们怎么无辜的看着我 人是珍惜 是向上 还是魂恶 堕落 就在这个关键上 佛菩萨来跟我们讲 普贤行愿的 我们还听 不入心 这么大的福报 就被自己给糟蹋掉 所以师父这一段时间 给大家的开示 大家有机会 在网上 哪一集 对你的提醒特别大 重复听 要把这些法语 印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才是不糟蹋 师父的教诲 苦心 而老人家 这一次讲的是 净土大经 重要的 是劝我们 要念佛 求生净土 那诸位同仁 大家想不想 往生极乐 想 大家有没有把握 往生极乐 但无量寿经上面讲 无极之圣道 亦网而无人 他不是很难去的 可是为什么很少人去 难在 师父 我常举 刘树云居士的历史 刘居士 他修学最重要的态度 老实 听话 真干 什么是老实 脑子里面 没有自己的想法 随顺经典教诲 随顺师父教诲 这样叫老实 你说这样很难吗 说难不难 肯放下就好 说简单 也不简单 自己习气不放下 还是很难转念头 你说师父最常讲 怎么转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不要为自己了 这一句话 我们念的都会背 但是变成口头禅 还是入心了 就在我们 处世 待人接物当中 勘验 这个心态 我们有没有真正去落实 而我们反问自己一个问题 既然十方如来 领念众生 如母一子 佛菩萨 是生生生世世世 不疲不厌 那佛菩萨 这么大的慈悲 我们肯回去 哪有不接的道理 这个逻辑不复杂吧 但为什么还是去不了 什么把我们绑住了 什么让我们放不下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思考的重点 这个就是生生世世 让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六道的根源 所以为什么说修行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 不然又是当面错过一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院 而这个问题得靠自己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师父讲经经年52年 我们客观看一看 这52年来 师父的教诲 我们把哪一句放在心上 而且是念念放在心上 任何境界都提得起来 一句就好 所以为什么说孝顺 是信德的大根大本 孝顺父母 我们不能招他父母的养育教育之恩 我们要孝顺师父 孝顺佛菩萨 不能招他他们的苦心 这个心真的发出来了 不玩弄 不招他这些教诲 如凭得宝 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这个都是无量寿经 非常苦口婆心的提醒 所以人 要脱离六道 做个清凉汉 得下大决心 所以祸福无门 为人至招 我们听闻佛法 了解到 最大最大的福报 听闻佛法 听闻念佛法 当身可以成佛 那我们已经遇到这个宇宙间最大的福报 如是妙法 信听闻 阴藏念佛 而生习 大家假如心情不好 赶紧把这句话拿起来念 你们的表情 好像没有接到这句话的喜悦 你们没有融在刚刚这句话里面 你们是不是还停留在刚刚的情绪当中 哎呀 蔡老师今天挺凶的 骂我了 我好难过 诸位同仁 我敢对天发誓 我没有要骂哪一个人 而且我刚刚哪一句话是用骂的 这个句句都是经典的话 师父讲的 我没有骂人 这个太上感应病说 要与善 事善行善 不可以与恶 我假如骂人 我就要与恶了 与恶三年天必降之祸 我已经明白 这个基伏的方法了 这不能再干 与恶 事恶 行恶的事情 好 所以念佛当身成佛 这是人世间 宇宙间最大的福气 那再不珍惜 那就是最可惜的 最后悔的事情 师父讲啊 担称痴 吃 下水 修道的过程 仲在自知之明 不至其 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 其实说到感应 随时随地 都可以印证感应 比方 诸位同仁现在坐在底下 在中心服务 是不是感应 是不是 今天大家没有发 为往胜记绝学的心 会坐在底下 有没有人是梦游过来的 没有吧 这就是感应啊 有感有硬啊 今天没有 大家没有这个承担 会遇到刚好 8月3号 办宗教和平会议嘛 都被我们遇上了 而且我们还有机会去服务大众 服务各个宗教的代表 广节善缘啊 广修福田啊 这些因缘是大家的心啊 自己去感得的啊 而我们 在娑婆界 这一生是夜报生啊 也是感应哦 为什么会到娑婆界做人 夜不重 不生娑婆 爱不重 不生娑婆 所以师父最近常讲 情职一定要淡啊 就是这个情爱 迷惑 造业 受爆了 才会到这个五着二世来啊 所以明白了 情职太重 就要 好好地下功夫啊 要把情爱放下 尤其是控制占有的念头 这个要 在一切人事静缘当中啊 练功夫要放下 所以 说婆 有一爱 之不轻 你贪爱 什么人事物 那个爱呢 有真无减 放不下 有人会 对物品贪爱 都有哦 对人 对事 都会有 假如这个贪爱 放不下 临终被 临终被 此爱 所牵哦 一生的努力啊 就泡汤了哦 所以怎么可以不谨慎 关照自己啊 对任何东西 不能汤 要放下 极乐有一念 之不一 往生极乐 要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才能往生 爱不重 不生娑婆 念不一 不生极乐 这个都是感应 爱不重 不生娑婆 那我们来娑婆界 就是我们 这个贪爱 太重了 贪爱再讲 直接一点 自私心太重了 这个是根本 所以为什么 释迦摩尼佛 好释迦摩尼佛 是透过这个名号 点出我们 最严重的问题 从名号当中啊 都可以感受 佛菩萨大慈大悲啊 任何 任何 做法 哪怕是名号 甚至是 一举一动 都是为了 教化我们 用心良苦啊 所以释迦 是仁慈 对峙我们 严重的 自私之力 模拟 是极灭 是清净的意思 让我们 让我们 对一切物品 对一切境界内 不贪爱 藏宝 清净心 心净 则 浮土 净啊 大家 有没有感觉到 句句都跟感应 有道理 我们刚刚念的这些句子 都不脱离 感应的道理 所以极乐有一念不一 灵中为此念 所转 我们还有贪生吃慢 这些念头 哇 就被它转掉 那一生的努力 化为乌有 就很可惜 所以师父常常 欺免我们 咬紧牙关 此生正无量受 要能念念 保持佛号 提起 能放下贪爱 放下习气 这个就很重要 好 而 这个祸福无门 为人至早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在 深入经典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 其实是 了解事实真相以后 产生信心 在一切境界当中 不怀疑 经典这些真理 而真正信心坚定了 任何境界来 都不会被转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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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得 心 安 道理明白了 心就安定了 不会怨天 尤人 不会 自暴 自弃 为人 自招了 自己负 完全的责任 不会怨天 尤人 为什么不会自暴自弃呢 因为明白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我们有如来智慧得相 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不觉 烦恼 执着 分别 那是不觉 是忘心 它是没有的 它是虚幻的 我们不给它力量 放下它了 它就控制不了我们 明白这些道理了 不会自暴自弃 又知道 虚空法界 是自己的一念变现的 这个道理了解了 那既是一念变现的 那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这一念转过来 境界不就完全转了吗 所以守住 当前这一个念头 就非常重要 我们说从根本修 不要把事情 晓得太复杂 宇兽是自己一念变现 想那么复杂 回到自己的念头 正念提起 这个最重要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我们有时候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提不起教诲 想得很复杂 脑子里又赚了一大堆 错误的念头 没有这个必要 好 所以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了 我们明白这个真相 就不迷信了 师父有提到 佛菩萨虽然非常慈悲 但不能给人们添一点福 也不能带人们受一点罪 更不能免除人们一点罪业 求佛菩萨保佑 求神明赦免自己的罪过 这个都是迷信 不合感应的原理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还是在自己 这一颗星造作的 而整个 这个虚空法界 就是一个大型的 因缘果报 不管是一个人 一个家 一个国 还是不离 祸福无门 为人之招 所以在四项当中 佛菩萨所教诲的 不离因果两个字 今天社会动乱 世界不安 都是共业所感 如何化解这些劫难 唯有大家断恶修缮 为人之招 那是心感招来的 所以我们挽救世间的劫难 最重要的还是断恶修缮 而断恶修缮 要靠教育 他才能够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才懂得改过千善 确确实实 还没遇到经典以前 很多人的善恶 都有偏颇 所以了凡视讯里面 告诉我们 无有正法 何以参战天地 何以财成万物 何以脱臣离俗 何以经事出事 了凡视讯的意理 讲得非常好 大家听过师父 二十集的教会 希望大家每个礼拜 最少读一次 这样前面的学习 所体悟到的东西 会越深刻 那二十个小时 就没有白费 就会产生更大 督促自己 提升自己的力量 而师长 后面几天 都有讲到 教化众生 要善巧 方便 善力方便 很重要 而这个方便当中 第一个呢 帮助众生 建立信心 性为道元功德母 人家不能建立信心 他就没有办法 有成就了 不管是道业 还是事业 甚至是家业 没有信心 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天助自助者 天气自弃者 所以从这里看呢 信心很重要 那第一个 首先呢 我们自己有没有 建立对经典 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这个得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信心都不足 讲给别人听 也很难让人产生 坚定的信心 我们在其位 磨其正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单位 自己都没有信心 名不腐蚀了 要进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我有信心 有使命进来做 不然我们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讲出来的话 甚至于还影响别人的信心 这个就不妥当了 所以假如我们真的信心还不够 那一定要赶紧下功夫 心有疑 谁杂技 救人问 求确疑 要有这个主动的态度 自己都不觉得 有信心的事 不觉得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 就不能尽心尽力去做 就没有尽忠 这个是享福 折福 修道之人 只希望这一生过得有意义 不是来享福 不是来折福 所以 第一个 自己要有信心 第二个 我们要了解 要让大众 对传统文化 生起信心 就要有榜样出现 我们思维到这里 那人要有志气 我能给众生立什么榜样 这是我们思维的习惯 每一个道理 最后一定要有下手处 不然就要白听了 不然就要玩弄佛法了 念一念 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糟蹋佛菩萨的教育 好 那我们明白了 我自己要给众生信心 那我是男子 男子的榜样是什么 是担当 不退缩 值得信任 而不是懦弱 女子的榜样是什么 是柔和 是厚德载物 而不是强势 而不是控制 当下都可以落实 佛菩萨的教育 包含家庭 包含我们扮演的 每一个角色 有没有这种使命 给世间做一个好样子 这个时代 我们的根性都不好 怎么出六道 唯有靠自己的愿力 超过业力 这个信念太重要了 愿力要大 大心凡夫才气急 能一举一动 都为了给世间人 一个好样子看 这个就是大心 这个就是愿力 尤其我们穿的衣服 代表文化 代表我们自己的中心 所以我们互相期许 一举一动 都要得体 不要随顺坏习惯 让人家一看 把这个传统文化中心的人 一举一动都这么随便 这么粗鲁 这么傲慢 这么粗俗 就很不好 没有人愿意到中心来造业 但是也唯有我们谨慎 才能够保住我们的修行 才能保住 难得建立的一个 大众对我们的信心 信心太重要了 对我们自己 对一个团体的信心 我们要对得起 大众对我们 还有对团体的信心 希望大家一起 互念 这一个难得的因缘 难得的形象 为众生 为正法 我们多做一些事情 早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